感謝各位的救命之人 別擠著感謝 畢竟人魔不兩立 你想幹什麼 放開月經 是吧 月魔族的小姐 年輕的獵魔團團長閣下 我可以保證 絕不洩露你們的消息 我從不相信魔族的保證 你們 對我做了什麼 巡迴之進 我在你的心臟裡 中了一根同樣的灰泥之針 只要我引動禁止 因為你身在何處 你的心臟都會被瞬間碾碎 而且只有我能解開這個禁止 如果我死了 禁止就會立刻出發 就算是魔神皇 也救不了你 那這個禁止 怎樣才能解除 只要你每年見我一次 禁止就不會發作 前提是我一直沒死 但想完全解除 等到魔族徹底毀滅的那天吧 你 欺人太甚 現在你們的命都在我手裡 你有什麼資格講條件 人魔不兩立 我絕不會洩露你們的身份 此外 我還會盡力幫助你們 確保你們不會死得太早 我猜你們還要繼續在魔族境地行動 這裡面的道具 能幫你們偽裝成魔族 躲避風險 沒有魔族敢阻攔你 的確 沒有了商會掩護 我們在魔族的行動並不方便 我們現在在魔族納里克行程的邊界 接下來 不管是繼續深入魔族腹地 完成任務 還是繞道避開納里克行程的魔族 直接返回聯盟 都要在魔族範圍內走很長一段距離 而有了這個偽裝 我們前往悲笑洞穴路上的風險 就可以大大降低 感謝你的幫助 月夜會長 我們還有任務在身 就此別過 等一等 我的時間不多 至少 告訴我你的名字吧 或者 你想讓我叫你 主人 龍浩尘 好的 龍浩尘 臨走之前 可以再幫我一個小忙嗎 你說 麻煩打暈我的屬下 我有一種抹除記憶的技能 抹掉他們的記憶 才能絕對確保你們的安全 這個沒問題 大家出發 先離開這裡 是 團長 如果將來 你能對人類保持絕對忠誠的話 我們一定會為你解除禁止的 以好自為之 我相信您一定會新手成 任務浩尘 任務浩尘 你是我見過 最優秀的人類騎士 但仁慈 就是你最大的人類 只有死人 才能保守你 你可是第一個 既救了我 又要殺我的人 好 龍浩尘 我一定要得到 一旦進入魔族領地 就要面對隨時可能會襲來的危險 所以 我們先在星尋城休整一晚 明日再通過戰士殿駐守的東南藥才出關 那我去前面吧 好 最近生意不好做啊 是啊 都是什麼人啊 不知道 龍村長 我有一個辦法 可以更快進入魔族領地 而且一路上危險性會小很多 什麼辦法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說過 游離商人 游離商人 在人類和魔族 長達六千多年的戰爭之下 其實也孕育出了一些邊緣人 在這裡 人類早在幾百年前 就與魔族有了貿易跑來 而這些人 就被稱為游離商人 他們有的是人類 有的 則是魔族 我們和魔族有貿易往來 怎麼可能 這是因為魔族浮原遼闊 因此珍寶重度 甚至是人類可遇不可求的零爐 但他們的生產能力卻盡力 食物常年緊缺 而生產糧食恰是我們人類最擅長的 所以 游離商人就是通過用魔族需要的食物 來交換人類需要的寶物 從而達到雙贏 正是如此 所以不管是人類還是魔族 都不會刻意計較游離商人的存在 如果我們能跟隨商隊一起前往魔族 就會安全許多 那我們還等啥啊 趕緊去找那些游離商人啊 你去哪兒找啊 你知道他們在哪兒嗎你啊 炎炎兄既然能提出這個方法 又得游離商人如此了解 想必是已經有了打算 沒錯 星巡城正是游離商人的據點之一 而我從小就在這裡長大 知道怎麼聯繫他們 呃當然 我也是有些私心 如果我們這趟順利完成了任務 我希望能給我們團隊多分一點工訓 這是自然 那聯繫游離商隊的事 就全全交給點焰熊了 沒問題 你這個力量在搞什麼力量啊 大律師 這可是我先驗的彈藥 我打聽過了 聽見識得很高 我想請你 請你也別增了 我不是這麼熟悉嗎 你也兇了 你的厲害 你一定會很大 那你給我 你肯定會 你不要緊 想把你勞去 拿钱办事 生死由命 不超过六阶 不是六大殿所属 关哥 这些游离商团 通常不喜欢六大殿的人 所以我早已买通了检察员 只要不超过六阶 到达他们雇佣护卫的标准 就不会再检查我们的身份 没超过六阶 合格 进去 只要我们能成功汇入 就能跟随商队植入魔族 到达我们的任务目的地 走走走 后面人还等着呢 快快 都跟上 去那边排队领装备 什么时候出发呀 大概就这几天 所有人今晚好好休息 明天集合出发 明天 我亲爱的 我没有想从海 我为什么要去 你怎么要去 我为什么要去 我为什么要去 那边 我为什么要去 我什么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进入了魔族境地 看来我们这一趟会很顺利呀 没那么简单 看前面 那路双刀好了 别慌 这些都是越野山会的魔族护卫 当游离商队进入魔族境地 往往都会再雇佣一批魔族护卫 去把形式顺利 让他 别带着 余曼 你最好小心点 卑微的人类 请敢小心我 我要把你们吃吃掉 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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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会打大人 看来 那就是越野山会的会长了 继续前进 马上 走吧 彩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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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姐 你们还有多久回家啊 这一路不会都是这么无聊的旧车吧 我看你这次偷跑出来 历练是假 油山玩水是真吧 嗯 还不是因为家里太无聊了 这一路也不好玩 太平静了 一点乐子都没有 那你想要什么乐子 母女要战斗 那可惜了 我岳岳伤会背后是整个岳母族 没有哪个不长眼的敢来找我的麻烦 哦 好无聊啊 那 啊 啊 是我之前在星星城看到的 岳姐你帮我买了 人类挺擅长做这些小玩意儿 你试试能不能解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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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走了整整一天了 快出那里客行省了吧 对啊 过了这个峡谷 就可以了 你 岳姐 什么声音啊 你别慌 带我看看 前路和后路都被堵住了 好的 嗯 嗯 是那里客行省的掠夺者 他们平时有今天上那些小的幽灵上的 今天怎么敢碰我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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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掠夺者不足为惧 打慢点 不要暴露身份 就凭你 别敢动我月夜伤婚 活腻了吗 再加上我们 搞不搞 是齐魔族和狂魔族 加上略夺者 那里克行省的三大方也不足 竟然全都来了 怎么又来了这么多 这个月夜伤婚是同魔族了吗 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 你们应当知道 我月夜伤婚背后是何方式 敢对我动手 就不怕迎来月魔族的报复吗 我们的部族都快饿死了 谁狂你什么月魔族 一起杀 为了部族 为了部族 我们是放弃抵抗的 可以留你们一场性命 别冲动 尽管几遍 团长 真的没问题吗 先看看他们回仗有什么能耐 小杀 你们两只跳走 兄弟们不够三杨二的 哈哈哈哈 这些卑贱的一等魔族 难道在护面前嚣张 看样子 他们今天就是想杀人猎王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围巾至极 只有用出这个 这是你们月魔族的 小小 给我争取十五分钟时间 既然你们想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这个魔法不断 是禁咒 禁咒 一切酒精魔法 都被统成为禁咒 他们能引动天地之力 爆发尽无以能归归呢 是禁咒和毁灭的大零子 不好 绝对不能让他用出这个 快去把他杀掉 但是这时候 需要一点时间 现在的情况 还是太危急了 只需要杀死 书想靠近月间 禁咒 杀了他们俩 把其他人全吃了 团长 我们还要忍下去吗 撞不活的回去是 杀哪 这儿还有几个 不死 偷人听令 立刻放上装备 开始反击 随便 看下 受死吧 杂粹们